先放他 先放他 街頭爆發 拉扯衝突 男大森不斷呵斥 要對方把手放開 但身材壯碩的男子 使命抓住女大森 就是不肯鬆手 時間到回一分鐘前 換個角度來看 身穿灰色上衣的前犯 走在路上 動張希望 沒想到下一秒 他突然抓住路過的女大森 嚇得對方當場 驚聲尖叫 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在拉扯 然後那個女的 後面還有三個女的在幫忙 就是感覺就是在起爭執 就把他們稍微分開 然後那個男的 就站在Seven前面 回想當下情況 男大森記憶猶新 因為他在拉開嫌犯 跟女大森後 對方竟然轉移目標 開始糾纏自己 還不斷抓住他的雙手 造成他左手紅腫傷痕累累 男的就開始盯著我 然後我就繼續滑手機 但沒看到 然後他就突然把我手機搶走 他就追悟 他就好像要直接攻擊我 然後我就大概跑了三四秒吧 他就沿路一直糾纏我 街頭辱人案發生在5號晚上9點多 新北市泰山區的台立街 當時嫌犯在路上發現 一群女大森經過 他竟然隨機抓住其中一人 四個人當場爆發拉扯衝突 還好有一名正義哥出手相救 將兩人分開 警方獲報火速到場 把辱人的男子逮捕送醫 事發地點就在這間超商旁邊 因為靠近兩間大學許多學生都會在這邊住屋 只不過現在卻傳出街頭隨機辱人案 讓年輕女大森經過這裡都會擔心害怕 自己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大學生逐屋熱點出現隨機騷擾事件 警方未來將加強巡邏密度提升見景率 不讓性騷射狼有機可乘 今新聞 楊冷敦王仲君 前面報導